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文我们大家在记单词的时候 无论是背单词对吧 然后还是在说很多这个看这个文章的时候 你总感觉这个单词它前后它没有连贯性 是吧 你这个单词呢 就感觉跟咱看中文不一样 我们看中文的时候很简单 是吧 你就觉得哟这个单词是吧 就是有它的一个逻辑轨迹在那里 有个逻辑轨迹在那里 但是呢中文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也是让很多朋友觉得非常苦恼 但是没事 我们今天一起来跟大家来拆分一下英文的一个演化过程 首先我们先看在左边屏幕上 这边 这个 这边 这个 英文呢 它其实最早啊 是从迦南语言演变而来的 迦南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呢 它就是在埃及附近的一个文明 古埃及附近的一个文明 埃及最早是有这个叫做这个圣书体 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啊 有机会去到这个博物馆里面 你会看到有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石碑上啊 画的这个小人啊 长这样的啊 长这样的 哎呀长这样的啊 这种小人 那这种呢 就是圣书体的一个雏形啊 圣书体的一个雏形 那在这样的一个雏形下面呢 他们呢 是用图像来记录下面 日常的所见所闻的 所以呢 最早的文字起源 当然了 就是西方的文字起源 就是从埃及这块传递过来的 埃及这块 然后呢 迦南人把这个文字呢 稍微做了一点简化 哎 你看 这边有一个字母 画的跟个牛一样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一会儿跟大家说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字母 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字母 看一下 哎 哎呦 还有同学 帮我们画出来了 哎 特别好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字母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哎 像个小圈一样的 对吧 一个小正方形一样的 这个呢 也是一个他的字母 啊 也是一个他的字母 演变成什么呢 来 哎 就在公元前十世纪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文明 叫菲尼基人 啊 菲尼基人 菲尼基人花了五百年的时间 啊 花了五百年的时间 你看公元前十五世纪 然后公元前十世纪 花了五百年的时间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文字啊 做了一次简化 看 哎 同样是牛头 他把它呢 给变了一下 歪了一个个儿 对吧 大家可以看见 牛角啊 就是在这个上面的这个部位 他把它给掉了一个个儿 啊 对吧 掉了一个个儿 然后呢 下面的这个 房子的一样的 哎 他也给他简化了一下 你看 虽然你看 也可以看见 他有一种围着的感觉 但下面的有个开口 对吧 围着的下面有个开口 那菲尼基人 就靠着这种文字啊 横行地中海一带 来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当时 菲尼基人的一个贸易网络 绿颜色的这个部分 就是当时 菲尼基人的一个起源 来在这里 啊 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我们往这边移一点 哎 给大家移一点 看一下 绿颜色的这个部分啊 这个就是菲尼基人的起源 然后呢 画红线的这一块 啊 画红线的这一块 啊 就是在这个红线的这个部分 就是整个菲尼基人 驰成整个地中海 啊 他们一个贸易网络 包括像 你看西西里 这里是哪 这里是意大利 对吧 然后包括下面的 这个雅典 啊 赛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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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洛斯 这些地方 都是非常璀璨的 这些古文明 他们的这些文字啊 就是由菲尼基人给简化的 所以一个文字的重要性 就是让大家方便沟通 能够相互的进行交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现在文字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对吧 文字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照理说不对 你说我们人的大脑是越来越聪明 对吧 越来越聪明 但是文字却越来越简单 你想之前我们写的什么 写的都是古文 哇 知乎折野 说个半天听不懂 对吧 虽然言简易改 但是说半天你听不懂 是吧 你这比如就是说 一句文言文 这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个什么 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 他们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听到的感觉都不一样 那比如说你这样的 就造成很多误解 是吧 你这个子时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 说一大堆啊 别人可能有的听懂了 有的没听懂 所以会造成很多误解 所以现在我们呢 什么推广普通话 推广白话文 推广简体字 为的是什么 就是把语言作为一个统一 大家交流起来会非常的方便 秦王当时灭了六国 一统七国的时候 第一个做的事情是什么 统一语言 统一货币 这样大家才能做起生意来 对吧 做起生意来 所以你看当时菲尼基人 他们就做了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文字简化了之后 推广到各地 文字简化 推广不到各地 大家就能做起生意 做起贸易来了 就通起来了 英文的演变也是如此 英文呢 又再一次演变 后来呢 又经过这个希腊人 下面一张图 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 拉丁人开始 璀璨的这个希腊文化开始进入 然后之后的罗马文化又开始进入 我们把希腊的这部分先不谈 下次会专门有一章 来讲一下希腊这个文字 对于这个单词的影响 希腊文字对于单词的影响 这个我们会下面专门讲 讲一课是这样讲的 所以呢 你看拉丁文字在这个基础上 把这个英文单词又再一次 菲尼基语言再一次做了个简化 再一次做了个简化 我们来看 它是怎么样讲话的 我们把这个屏幕再往这边移连 来看 同样是牛头 它把这个A的方向 就是按照这个角度 然后就把它掰正了 对吧 把它掰正 往这边 往这边 把它掰正了 对吧 掰正了之后 这个就变成A了 掰正了之后就变成A了 然后同样是β 对吧 同样是像房子一样的字母 A把它位置也是一样的 但是R把它掰正 最后变成了B 最后变成了B 人家也是讲究什么 讲究规矩 对吧 你这个字写出来 要平平整整这样才好看 不然弄得跟鬼画符一样 难看死了 鬼画符一样难看死了 所以你看 A它的演变 就是从一个牛头 A演变成了这个字母A 从牛头演变成了这个字母A B呢 你看它的演变 是有一个像小房子一样 小房子一样 然后把它演化成了这个字母B 字母A是像牛头一样 然后嘣 字母B是像小房子 大家可能一开始觉得有点多 但是我们在实际运用上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非常符合道理 这个非常符合道理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菲尼基语言 菲尼基语言 它的这个A跟B 刚才我们上一章给大家说了 菲尼基语言的A跟B A是象征着什么 是象征着牛头 B是象征着像房子一样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 所以菲尼基语言 它的这个英文叫 Phonican Phonican 这个叫菲尼基语 Phonican Phonican 这样的 菲尼基语 我们是根据它音计而来的 对吧 Phonican 菲尼基 菲尼基语言 对吧 这样来的 然后 音标 美国的这个音标 等一下我把这个屏幕给它清个屏 刚才有 哎 清个屏 美国的音标叫什么呢 音标英文大家知道怎么说吗 知道的在屏幕上打一下 音标怎么说 有知道的同学吗 音标叫Phonic Symbol 叫Phonic Symbol 其实是什么 就是菲尼基的 菲尼基的这个语言 菲尼基的符号就叫Phonic Symbol Phonic Symbol 叫菲尼基的这个符号 所以你看 英文它直接就直言不会的说出了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音标系统 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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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的 直接就是从菲尼基语言演变而来的 菲尼基语言演变而来的 所以大家在记 Phonic Symbol Phonic Symbol 我们中文把它记 这叫音标 这叫音标 Phonic Symbol 这叫音标 为什么这个单词叫音标 是因为人家直接是从菲尼基语言进化而来的 然后菲尼基这个东西 它也把它作为了个词根 就是可以叫发声的 所以你看 这个Phonic这里面有一个phone 有一个phone 就是发音的意思 也是我们叫电话的意思 对吧 Telephone 电话 Mobile phone 移动电话 phone 就是有发声的意思 完全来自于这个叫Phonic 就叫菲尼基语言 是从这个地方演变而来的 所以大家在背单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单词是 它这个写出来是什么意思 对吧 所以你就不会这样背了 这个音标 PHOE TIC PHOE TIC Phonic Phonic 或者在纸上写 Phonic Phonic 你理解它了 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它是来自于Phonic 菲尼基语言 哦 知道了 所以美国这边你的发声系统 全部都是根据它这个单词来的 根据这个智商来的 好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看这个拉丁字母 对吧 拉丁字母 这个拉丁字母 它就是从A跟B C跟D 我们现在写的这些英文 全部都是拉丁字母 写的英文 全部都是拉丁字母 所以不要说我们写的是英文 其实全是拉丁字母 包括拉丁字母再一次简化了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英文 拉丁字母简化了之后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英文 就拉丁字母这么理解吧 就有点像繁体字一样 繁体字文言文的感觉 然后经历了一次简化 就变成了现在所说的英文 然后英文的字母用英文怎么说 字母这个用英文怎么说 大家有知道的吗 有知道的同学在下面打一个屏幕 知道的在下面打一个屏幕 不是Ladder 不是Ladder 字母叫什么 叫Alphabet 叫Alphabet Alphabet 同学有写Ladder Ladder它其实叫字符 但它不叫字母 比如多少个Ladder 这个叫多少个字符 但是你这个字母 ABCD的这个字母 是用Alphabet 这个Alphabet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就是在希腊语里面 字母A念什么 念Alpha 字母B念什么 念Beta Alpha Beta Alpha Beta 然后用字母念 用英文字母念 就是A跟B 做了一个简写 取了它的第一个字 Alpha 取了A 发A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字母 A Beta 对吧 就是它希腊语里面 字母B的念法 它叫Beta 我们取了一个字母B 那这两个单词 分别又是什么意思呢 Alpha跟Beta 这两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来咯 Alpha 它既然是字母A 它自己就有了个叫开头 有头的意思 有开头 有头的意思 大家还看过 驯龙记吗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对吧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最牛逼的那头龙叫什么 就叫The Alpha 对吧 就叫这个头 是吧 所以Alpha 它就是头的意思 也有牛头的意思 你看 这个 它这个 菲尼西语言都说了 它这个是个 从牛头进化而来的 牛头是什么 牛头也是头 对吧 头 Beta 也知道了吧 Beta是什么 Beta 就是在这个什么呢 屋子里面的 对吧 它在一个圈里面的 上一页还跟大家说了吧 Beta 它是在一个屋子里面 对吧 圈一样的 来给大家再来回头看一下 这个Beta的这个图 来看Beta的这个图 是不是在一个屋子里面 演化而来的 对吧 演化而来的 这个Beta 这个图 所以它是在屋子里面 在屋子里面 Beta 在什么什么里面 叫做Beta 那这样的 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造出一个英文单词 Between 叫在什么什么之间 Between 叫在什么什么之间 那为什么Bet Between 它是在什么之间呢 就是因为 它在造字母B的时候 这个B Beta 像型的 就是在一个屋子里面 所以叫Between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间 你在屋子里面 你在屋子里面 我们现在就是在出网课 但是这个是在 跟大家一起 像上个公开课一样的感觉 就来 我来把这个稍微往后推一点 这样就能看到了 好 那我们继续 所以大家就知道Between 它是什么意思了 Between 它就是说 在什么什么的里面 不然你这个 为什么Betwee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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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么什么之间 你就知道了 Bet 这个它就是在屋子里面 这个字母在造的时候 就是在屋子里面的意思 你看它B 它现在也是这样写的 对吧 卡在什么什么里面 你这个出不来的 你在B 你这个圆圈里出不来 对吧 你A上面还有个口 你能出来 B你根本出不来 所以Between B就是你在什么什么里面的意思 然后现在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讲一下A这个单词 讲一下A这个字母 A它不仅仅有牛头 它后来又引申出来很多的含义出来 首先我们先看它原来的意思 Alpha 对吧 Alpha是什么呢 叫头在什么上面 这也是英文字母 希腊字母 Alpha A 它的这个意思 对吧 所以大家我们在学这个 学这个一些科学数据的时候 对吧 Alpha Beta Lamita Theta Cosine Sine 这些全部都是在希腊时候就已经有的 数学最早的巅峰时期 第一次人类的数学巅峰就是出现在古希腊 所以他们这些符号全部都是用希腊字母来表示的 这样就来了 所以我们来看Alpha Alpha 它这个单词作为A 它做出了哪些变形 来做出了这些变形 你看Alps Alps 直接是不是Alpha的前三个字母加了个S 对吧 Alpha 直接就变成Alpha Alpha 是什么 叫什么 阿尔卑斯山 对吧 法国的阿尔卑斯山 我们大家都吃过阿尔卑斯糖 对吧 The Alps candy 对吧 阿尔卑斯糖 对吧 阿尔卑斯山 它直接就叫Alpes 因为为什么 在人家的认知当中 这个山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是Toro 所以人家从Alpha 直接就取了一个叫Alpes 一样的 一样的就叫做高山的意思 高山的意思 好 下面一个 Oat Oat 我们在电脑用苹果键 不管是苹果还是什么 大家在用到看一下自己的键盘上 是不是有个叫Alt键 有个叫Alt有个Alt键 大家知道Alt是什么意思吗 Alt是高音也叫在上边的意思 高音也叫在上边的意思 大家如果要切换一些东西 直接按Alt 直接按Alt 比如说你苹果上面 这个就不给大家看了 所以Alt大家知道 是切换上部的意思 所以它Alt是高音 直接也是来自于ALP的一个变形 因为后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 这个单词 它是怎么样演变 怎么样造的 在很多情况下 你看这个P跟T 这两个都是爆破音 对吧 大家可以在屏幕面前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P T P T P Cat P Cat P Cat 对吧 它都是爆破音 所以P跟T 这两个全是爆破音 在造词的时候可以相互转化 所以从Alps 对吧 高山 它就变成了Alt 高音 都是有高的意思 因为都是头在上面的 头在上面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由此由高音造出了一个前缀 叫做Alt Alt 来 这个Alt 后面加了一个I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前缀 叫高的意思 Alt 这个就叫高的意思 然后造出来一个单词 叫高度 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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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度叫什么 态度叫Attitude Attitude 这叫态度 高度叫Olt Olt Olt 所以你看 来 是不是你这样记单词 就会简单很多 你知道它每个单词是怎么来的 你就知道它单词是怎么没的 是吧 你后面就不用这样背了 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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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 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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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隔第二天 问你高度什么 Attitude 没了 没了 对吧 所以你看 你记住了Alpha 对吧 Alpha 一下子 来了 对吧 来了 所以这样 然后A的单词 它的变形还没完 A的单词 它变形还没完 再给大家说下面一个 A 大家再看一下 它的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尖锐的感觉 看一下 是不是上面是尖的 对吧 上面是尖的 给你一种尖锐的感觉 对吧 尖锐的感觉 然后下面 我们来看 造出了一系列词汇 Ace 一流的 王牌 对吧 你想你Ace 对吧 大家拿着 打扑克牌 Ace 对吧 这个A 对吧 这个A 打出来这张牌 A 它就是Ace 王牌的意思 你作为王牌 你要有突破点 对吧 这个都是你是最锐的毛 你得突破 所以你得尖 对吧 王牌 所以Ace 这么来的 然后Acid Acid 来 这个是什么 Acid叫做酸 叫酸 你看 一滴酸 滴在了这个手上 把你的这个东西 像尖锐的毛一样 把你 全 而且酸 大家滴在手上 是什么 就有种刺痛感 有种刺痛感 大家在喝醋的时候 是不是有感觉 舌头像杯小针刺一样 尖尖酸酸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Acid 它是把这个尖锐 把它给形象化了 就一种尖锐的感觉 所以叫Acid 叫做酸 叫做酸 然后你看 你这个手都给腐制成这样了 你是不是有一个单词叫做Ache 叫做疼痛 I have a headache I have back pain I have怎么样 对吧 这个什么呢 就叫Ache 就叫疼痛的感觉 而且这种疼痛是特别疼痛 特别疼痛 对吧 就是 所以你看 用Ache 这种单词来形容的是什么 叫头疼 牙疼 都叫Ache 代表这种刺痛感 代表刺痛感 所以你看 咱中文头疼起来 曹操经常说 头疼欲裂呀 快穿神医化妥 是吧 头疼欲裂 你像个毛一样 你要往里钻 钻心的疼 牙疼也是Ache 你不能用叫tooth pain pain不对 pain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pain pain的感觉是什么呢 你看 它叫P-A-I-N 对吧 p 后面我们跟大家讲 是象征手掌的意思 你哪里疼 你习惯了什么 你会用手去捂它 手掌往上面一捂 所以叫pain 这种捂 你头疼你揉了没用 因为它是从里面出来的 牙头你捂了也没用 它是从里面出来的 对吧 你这个腰疼 你可以用手一捂 哎呀 这个腰疼 哎呀 胳膊痛 对吧 你可以用p-i 用你的手掌 你捂在上面 你捂在上面 所以你看 A 所谓Ache Ache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看A很sharp 对吧 是不是很sharp 蹦跌嗨起来 难高音 对 所以你看 来我们再来看 下面还有个单词 叫做Arrow Arrow叫箭头 对吧 箭头 箭头是不是也是 来一边是尖的 对吧 一边是尖的 它的箭头的这个头 这个地方是尖的 所以叫Arrow 对吧 所以叫Arrow 叫做箭头 那弓怎么说 知道了箭头叫Arrow 对吧 弓怎么说 弓叫Bow Arrow and the bow 来你看它后面都是像型的 后面都是OW结尾 代表它们是一种东西 对吧 Arrow跟Bow 两个是一种东西 对吧 一种东西 都是OW结尾 所以你看 Bow它像型的什么 像型的不就是一把弓吗 对吧 一把拉开的弓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跟B一模一样 所以它们这个是满满的像型的感觉 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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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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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 Bow 是 是这个 工 Bow 这个叫碗 然后 所以看 对吧 非常好的像型 A Acid 来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尖的东西 这个叫什么呢 A 这个叫 Acupuncture 也是从A来的 Acupuncture 这个叫针灸 针灸是不是很尖锐的一根针 啪在你这个针上 拧 对吧 还拧吧拧吧 给你 给你这样搓 所以 Acupuncture 也是这样来的 Acupuncture 叫针灸 所以你如果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组词啊 就知道 AC AQ 这个就叫 针 尖锐 刺的感觉 然后后面的这个 Punk Punk 它是来自于一个 单词叫做Poke 后面我们跟大家再继续说的时候就知道Poke叫戳的意思 所以它做了一个变形叫做Punk 就跟水 它变个形写成三点水一样 所以Punk就叫Poke 就 这样戳你 然后AQ 这个就是尖锐的东西 所以你想针灸是不是 就是拿尖锐的东西戳你 啪啪啪啪啪啪啪 对吧 就是这样 所以以后啊 大家不要急 我们把这个26个字母都给大家讲完之后 你看英文单词就会有不一样的认识 就会不一样的认识 你说我看中文怎么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你是个母语者 你不要别人告诉你 你自己这么用着用着你就知道了 美国人他们也是这样看的 你给他个医学名词 你给他个医学名词 二十几个字母 哇这么长一个 人家不用背 人家直接一看 嘣嘣嘣嘣 几个字母 或者连成一起的 直接就认识了 你见哪个 哪个美国人 哪怕是他们要考什么 考什么GRE 考博社 你见他们同本单词书在那背的吗 没有 没有 那些词汇知道吗 不知道 但怎么样 拆一下自己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来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 A变形还没结束 这个A我只是接入了一点点 因为它后面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呢 它每一种感觉都是有连贯性 都会相似性的 语言这个造出来 如果要被大家所口口相传 能够背这么多人会 肯定不是靠死记硬背的 相信我 肯定不是靠死记硬背的 它是有逻辑存在的 我们中文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 它都是有逻辑存在 是从甲骨文一点一点一点演变而来 也是从象形演变而来的 英文也是如此 大家说英文难的 那是没有抓住英文的精髓 美国人比中国人蠢多了 平均人的美国智商 这真的是比中国人高 低的多的多的多 你看他这么学这个英文都没问题 也没见过背本单词书在捧 就是他们知道这个逻辑的魅力在哪里 知道这个逻辑的联系在哪里 所以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 A对吧 有了肌恩锐的感觉 然后呢 他加了又另外做了一个词组 做了一个词根叫ash A-S-H A-S-H 你尖锐的 你是不是感觉他很猛烈 对吧 打仗都能用尖锐的毛 这样能突破强烈的猛烈的ash 而且是这个单词 你再发出来这个感觉 就是感觉ash 就是有一点这种 像类似的感觉 类似的感觉 来听我的类似 类似的感觉 所以跟NDA类似的一样 这个虽然很多世界各地 他们的这个说法的这个语言 会有所差异 对吧 有所差异 ash平均你的英雄联盟玩多了吧 对吧 英雄联盟玩多了 好你看我们比如说一个单词 ash中文 ash这个单词 ash字的ash 英文叫什么 英文叫sand 英文叫sand 也有s的音 爪哇那个地方也叫什么sandro 也叫s 然后这个放日文sano 都是有s的意思 有这个音 s的音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呢 这个是人体自身的一种感觉 你有这种东西 类似的或者干什么 我们直接就会说出来 全世界的爸爸都叫爸爸 或者叫大大 或者叫帕帕 读音都相似 全世界的妈妈都叫妈妈 妈妈好像没有第二个称呼了 顶多就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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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你看 发音你无论是你非洲人 还是亚洲人 还是欧洲人 你不管爸爸都叫爸爸 有统一好吗 没有统一好 对吧 这就是人类在基因库里面的一种东西 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想说这个话 所以笑 都是大家笑 没有说人家笑笑哭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把这个人类的这个感觉 把它联系在一起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 ash 它就有像A 类似的感觉 很尖锐 很强烈的 造出来一系列单词 来给大家看 ash 灰烬 ash是灰烬 那大火熊熊燃烧之后 ash才会变成灰烬 要强烈的燃烧之后 ash才会有灰烬这个单词 所以ash 有强烈的作为词根 作为单词 它叫灰烬的意思 叫灰烬的意思 你没想到 你这个小小的一把火 对吧 烧半年的 对吧 你小小的火 你拿一个 你拿个放大镜在那烧 烧半年 完好不出 但你凶凶的烈火 啪 一来灰烬 再看 ash 叫猛冲 ash 也有个ash 它叫猛冲的意思 它感觉叫猛 猛冲 后面再跟大家讲 d是怎么来的 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ash 它叫猛冲的意思了 看猛冲 这个叫 伯洛特 啪 猛冲过去 这个叫dash 有种猛烈的感觉 猛烈的感觉 再看 lash lash 这叫鞭打 鞭打 鞭子冲 鞭子冲的时候 猛烈不猛烈 这个在以前都像个鞭形 对吧 这么猛冲 对吧 所以l 它这个 大家估计只能猜出来了 鞭打 它这个l 像型的就是鞭子的感觉 你看鞭子是不是也是l的一种感觉 包括leg 长长的这种东西 long 它都是用l来组成的 就是代表它有一种长长的感觉 长长的感觉 所以鞭打也是这样 所以lash 它后面又做了一个隐身含义 我们的眼睫毛就叫eyelash 就叫eyelash 叫眼睫毛 因为我们的眼睫毛也是又细又长 然后上下的这种闸巴眼 对吧 叫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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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鞭小鞭子抽一样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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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巴拉巴拉巴拉就这样的感觉 被鞭子抽lash 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样一种赶脚 赶脚 对不对 来我们再来看hash 这个叫剁碎的 剁碎的 你剁碎是不是也要强烈 拿两把 像我双刀火计 这个独栽苗街 做撒尿牛丸 拿两把 太多 尸身大家都看过了 对吧 剁碎 对吧 hash 都要剁碎 也是要强烈的 猛烈的 拿把菜刀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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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碎 这等于剁块差不多 你要剁碎 肯定拿两把菜刀 很密切的在这 对吧 跟打鼓 这是才能剁的碎 对吧 剁的碎 所以hash 它就是有了这一层含义 后面我们每个跟单词 大家再说 最后还有一个cash 钱 强不强烈 猛不猛烈 cash 现金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些单词 它每一个造出来 都是有它的含义的 后面我们再来用这个单词 来记词根 跟词坠 来记词根跟词坠 就会感觉 特别特别的 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 因为美国单词 特别简单 我们用这个 剑下一个词根技术 你后面看见 带ash的 大家就知道 它有强烈的一层含义 你再看前面的 偏旁步手 前面这些字母 它全部都是偏旁步手 前面的这个字母 它全部都是偏旁步手 cash为什么是c打头 cash为什么是c打头 lash为什么l打头 因为l它向型的 就是又细又长的东西 又细又长的东西 在那猛烈的 这个在干什么 在边打 在边打 cash为什么是c 来大家把手 做成一个拿的动作 你看手是不是就变成了c 对吧 变成了c一样 你要拿东西出来 拿的猛烈的 拿的猛烈的 签给我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cash 对吧 cash 所以这样人家就知道 这个单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来 下一次 我们再给大家上课的时候 这个是中国时间 我们这展示的是中国时间 6月9号周二晚上 6月9号周二晚上8点半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会 B的故事 给大家讲B的故事 然后呢 这个我们呢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想必也看到了这边 有一个叫我说会的这个标志 这个呢 是我们做的一个语言俱乐部 我们呢 就是把这个语言做的呢 给大家尽量的这个轻松 有趣 并且呢 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把这个知识给记下来了 然后呢 就说 然后就说 这个大家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叫wespeakclubs.com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直接就叫我说会 wespeakclubs.com 我说会 这个clubs 我说会 然后这个上面呢 有我们的所有信息 然后感谢去的朋友 加一下我的微信 这个是我们这个 这是我抖音账号的微信 抖音账号的微信 加上我们的微信 wespeakclubs.com 这个下折号 然后 哎呀 今天课程没有听到 那就8点半 周二晚上 我们来讲B的故事 来讲B的故事 这个26个英文字母 ABCDEFG 要讲到Z呢 那每一个单词 它都是 它组成都是有故事的 无论它是从 你身做法做出来的 还是从相形做法做出来的 我们从词源学的角度上 来给你做出剖析 从人性的角度上 给你做出剖析 对吧 因为 所有的语言都是人说的话 所有的语言都是人说的话 然后现在有个好处 就现在说的英文 已经简单很多了 但是呢 简单 你越简单 你越难记 你越简单 你越难记 你就比如说 你现在你看繁体字 繁体字其实比简体字好学 因为繁体字 它给你的信息很多 对吧 它给你的信息非常多 你就知道 它单词怎么样变出来的 然后 你简体字 你东西少了太多了 所以呢 你这个在做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它有什么之间的逻辑关系 所以拉丁文 它很好 它很简单 因为它给的信息多 英文有点难度 但是呢 我们给它抽丝剥茧 给大家剥一下 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每个单词怎么意思的 后面在背单词的时候 你就跟看亲人一样 因为你知道 它是怎么来的 我能把你往祖上捣 你的祖宗 你七大姑八大姨 我都认识你 你的祖宗 我都认识你 我就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这个A是什么意思 B是什么意思 C是什么意思 你放在一起什么意思 都知道 所以就跟念家谱一样 这个东西虽然说 大家一开始记 会觉得有一点点费劲 但是呢 我们因为要记得 这个东西很多 因为你要记一些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 记下之后 会对你的 记单词的效率 包括你对于英文的看法 完全的不一样 完全的不一样 你就像 你就像开飞机一样 对吧 你是觉得你走路 不是就是开飞机 不说了 开车 你又觉得走路轻松的 还学开车轻松 肯定是走路轻松 你叭叭叭就能走 但你走半天 你就走不出五里地儿出来 对吧 你走出了五里地儿 你还腰酸背痛 还腿抽筋 对吧 你学会开车 你可能去驾上 你学个一个月 后来你会开上 骑车一日千里 真的是一日千里 对吧 你现在记单词 你感觉 我记单词 我直接背就好了 这个acupuncture ac 人类的记忆 海马体特别好 它一次能够记住 七加减二的信息 就一次性能够死记忆背 七加减二的一个信息 记忆力好的 能一下记住九个字母 记忆力差的 一下记不了几个字母 对吧 所以说 但是你用逻辑 你把这个单词 给它给拼在一起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 叫什么 叫文思如泉涌 下笔如有神 你这个东西 记得就非常快 记得东西非常快 你就像 We speak clubs 你直接这样背 We speak clubs We speak WEM 背半天背不下来 直接给它拆分 We speak clubs 分成三个小段 我说会 We speak clubs 还是复述 还不是clubs 是clubs 因为我们开的课很多 里面的会员很多 所以叫clubs.com 一下记住了 一下记住了 所以 几个就可以了 所以 现在听着感觉自己可以 对吗 就是我们跟大家把每一个字母都跟讲一下 而且每个字母我们叫联想记忆 A 我不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跟A完全无关的意思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课 A是什么 来 带大家复习一下 直接看字母A跟B 算了 就看字母A吧 直接看字母A 来 就看这个字母A 今天我们讲了什么 A是什么 从牛头进化过来的 所以它有头的意思 对吧 所以看alpha 就是头 对吧 然后从alpha 它变成了alpis 就是最高的山 对吧 A还有什么 有尖锐的感觉 对吧 sharp的感觉 对吧 所以什么 arrow 弓箭 ache 疼痛 对吧 这些全部都是A acid 叫酸 都是这种 专心的这种感觉 专心的 我钻进去的感觉 A还有什么意思 A还有什么意思 跟大家说了 A 它很尖锐的 加了一个sh 它就有很强烈的 很强烈的 A你一下 对吧 A你一下 对吧 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像attack 这种感觉 全身对吧 都是有尖锐的感觉 尖锐感 attack也是 对吧 攻击人 你得攻破它 对吧 怎么样才能攻破它 你得尖 你得有力道 所以ash dash 叫冲刺 lash 鞭打cash 钱 所以呢 大家呢 上完这个课之后 上完这个课之后呢 我们这一次呢 是做了一个像 这一系列课 我收会的正式会员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呢 我们像做了一个像公开课的一种感觉 有一种公开课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也是在抖音上会进行直播的 然后我们正式的我收会的这个课程呢 就还是我们有 但是这个单词故事会 我们是把它做了一个直播 所以呢 这个大家如果想要拿我们的教材 拿我们的这个可以点进去我收会 加入一下 会员费多少钱呢 一天一块钱 一天只要 但一美金了 一天一美金 一天一美金 就可以加入我收会了 然后或者呢 大家如果有更多信息的话 可以来 加我的微信 给我留言 加我的微信给我们留言 我看我们有挺多朋友在这个抖音上面的 d为什么是d为什么有d呢 解释吗 没有解释 因为d还没讲到呢 对吧 周二晚上我们说b 依此类推 我们每一次会给出下一次的这个课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一周会有四天直播 一周有四天直播 所以呢 大家守好了 八点半的时候 特别是有小朋友的家长 有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过来 因为这个是打好基础的时候 很多在咱学校教的老师 不是说他们教的不好 而是他们没有理解英文是怎么样来的 没有怎么样来的 你知道的英文怎么样来的 你把它祖宗十八代完全揪出来 你学英文还会学的那么难吗 对吧 现在有很多老师都跟你说 单词词根记忆法好 前缀记忆法好 什么什么记忆法好 的确是很好 但它没有告诉你词根怎么背 你背还会背错掉 你就像你这个alt alt 它为什么是高的意思 因为来句它是alpha 把这个所有的单词抽丝剥茧 大家我们我收会的朋友 这个我们是录课的 我收会的朋友 我们是录课的 这个我们也会传到网上 大家呢 在跟着我们课后之后 再看一遍 笔记再看一遍 绝对没问题了 绝对没问题了 好 然后我们我收会的朋友 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咱们